好了,之後就想說一套電影 就是見習有限期 羅伯迪尼魯 以及另一位Catwoman 戲中就叫朱莉 女主角就叫朱莉 男主角就是羅伯迪尼魯 即是老人家,老公公 這套戲其實是一個小品 其實成本就不太高 但是你看到他的故事是挺有心思的 都有一個很強烈的對比出來 劇情方面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間相當現代規模的公司 現在流行的e-business 全部都是online 當一個老人家,70歲的老人家 來到這間公司 究竟他的經驗 能否幫到大家呢? 也覺得這個新時代 會不會洗走一些老人家的經驗呢? 老人家的經驗是否真的沒有用呢? 這套戲很簡單 但意義很深遠 即是講一些人生 又涉及一些人生老病死 而他最大的題目 涉及就是婚姻的上面 即是他這個比較長的篇幅 除了講工作 即是一個新環境 你都可以講婚姻的 即是事業婚姻 即是他其實很講現代的婚姻 以及以前的婚姻 那個差別 那個差異是很大的 亦都講那個男女性 那個平等的問題 即是那個良性的問題 以及一些子女養育的問題 即是你只這樣看 你覺得很精彩的 其實 即是你想一想 你就知道 即是我們的時代 嘩 進步得這麼快 即是現在的差異 原來真的差很遠 很簡單 譬如 以前男人一定是出去打滾的 即是 但現在這套戲很搞笑的 即是 即是胸爸爸 總之就是 即是講一下朱莉的老公 就是一個 即是 家庭 主 主 主婦來的 即是倒轉的角色 即他是一個 即是 在家裡 打你家頭生母的 老公 這樣 但因為 又是這個問題 就出現了一個婚姻危機 即是覺得 咦 那我老公 很多時間 那就可以 可以 而且會疏遠了 因為太重 這個事業心 阿朱莉 日後 做到晚 都是掛著工作 那樣 只有晚上那段時間 陪下老公睡覺 沒有了 接著就 即是 零交流 即是早上一段交流 晚上 接著就 即是是一個這樣的關係 當然是不健康 所以他才提出 要找一個CEO 頂替他的位置 當中有很多掙扎 最後BBQ收場 即是 喜劇 亦都是一種 挺有意義的 其實他最後呢 是想帶出一種平衡 因為他是一開頭 一開頭那個鏡頭 是說他要灑太極的 那我想 那個導演 都挺有心思的 知道太極是什麼 其實太極是說一種 叫做陰陽匹配 平衡的道理 那他最後剪回 叫朱尼 羅伯利利努在耍太極 叫朱尼過來 你也耍一耍 即是 叫他平衡 即是 Worth Life 平衡 以及男女 那種的平衡 這個是 我想他是整個劇的主志 因為其實 其實羅伯利利努 其實他一直都在劇中 其實在幫助女主角 是做一些 真是 互補的角色 即是他在一個事業上面 一個事業性的女性 朱尼 他很成功在事業上面 但他忽略了很多 人情世故 他不太懂得 怎樣跟同事溝通 甚至自己的兒女 以及他自己的老公 都是 所以幾樣危機 同時間出現 但羅伯利利努就知道 所以他觀察力很強 他的電影都說 他觀察力很強 也都很有智慧 他不會說 特地去揭露 朱尼 說很直接揭露 你這樣 有問題 其實他反而欣賞 朱尼 那個事業型的女性 那個能力 他有很多場戲 都說他 其實真的 你那個能力很大 很欣賞她 因為作為一個事業型 其實應該是 做回你自己 最想要的事 既然這個時代 選了你 你就要去做這件事 很有智慧 這件事 還有羅伯利利努 其實他都很鬼馬 整套戲裡面 他很懂得避 避 避 避了某些位置 譬如 有一場戲 就說 女同事問他 你進了房間 聽到老闆說什麼 他說 我聽不到 我隆隆的 其實是一種智慧 這些就是 叫做 無知是福 一來 另外 你看到他 羅伯利利努 都很有風度 他經常穿著 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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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典型的 最搞笑 他就是 拿著 行李箱 行李箱裡面 有一些 計算機 記事譜 用那部 三星的 老爺機 我想這個就不貼時勢 現在的老人家都是用iPhone 沒有分別的 即是 但你見到 這部電影想製造的差異 相當之有趣 那你也見到 中間 羅伯利利努 玩Facebook 那你也見到 朱利有幫他 那你見到 兩個時代 撞在一起行不行呢 有什麼火花出現呢 你覺得 其實都是人 人一個 就是這樣溝通 對不對 那 他衍生了很多智慧 其實 有時候 他有個男同事 說他有些感情問題 不斷發訊息 去炸那個女生 炸他的mailbox 什麼都好 但那個女生 沒有反應 那麼 羅伯利利努 就很簡單回答他 你直接跟他說吧 不然 其實很近的 他的同事在旁邊 就是 那個女同事 那個男同事 其實 同一個工作地方 其實 直接走去找他 就搞定了 都市人 就是有時候 很白癡的地方 就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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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那個 男女關係 就是 就是 那種 大 那種 另外 路 有 有 有 叫做溝女的位置 他怎樣溝女呢 就很簡單 說他跟按摩師 也不錯 也喜歡他 拿了他的卡片之後 馬上打電話 就是這麼簡單 溝女就是這麼簡單 那好吧 溝女 打給他 約他出來 約他出來玩 我覺得他有句說話 挺有趣的 我想很多女生都受落 他 羅伯特尼路說我用十秒鐘 可以講完我一生 好了 他就說我老婆死了 我有兩個孫子 三個孫子 我現在在做一個見習生 類似什麼 我忘記了 說完了 OK 然後到對方的女士 然後又馬上打電話 又馬上講述自己的經歷 用十秒鐘 這種就叫火化 這種就叫默契 亦都是顯示一出 這種溝女方法 坦白直接 簡單容易 就是 你過去 怎麼能夠用幾秒鐘 講完 很簡單 就像羅伯特尼路一樣 講完自己的一生 很簡單幾個字 簡單直接 又可以讓女生知道 我過去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其他事情 其實是一種 是一種都幾上乘的 上乘的溝女辦法 坦白 就是坦白直接 其實去到後期 那套片 我覺得稍微 節奏慢了一點 但都依然好看 後面那一段 就是講 朱利的婚愛情故事 其實就是 也是一個高潮位 究竟他能夠瓦解 婚愛情的問題 還有 其實他和子女的問題 其實都大 我覺得他始終 他的女兒很神奇 又不會跟他很疏遠 他的女兒 他都很耐心 而且他跟同事 他經常都忘記了同事的專場 他可能服務了 他的秘書服務了他九個月 都不知道他有碩士 之類 這個也是他 怎麼說 做事做到忽略了 他最後的婚愛情 在酒店房裡 那場戲 就是幾人 幾人一種 真的是高潮 那種感覺 他坦露了 故事比較大 他都知道他老公有婚愛情 他不知道怎麼辦 他就問他 那婚姻是什麼 那當然 他死了老婆 都知道什麼是婚姻 他又說了一些 比較動人的說話 一些相處之痛 這裏都是頗值得看的 另外一個位 就是他 他看電視 他看電視 朱莉那時候就哭了長 他哭完了 然後就躺在那裏 看一套舊式的歌舞劇 那裏都忍不住 自己都哭了出來 那裏我也覺得 男人那種眼淚 是更加令人感動 我有時也覺得 女人哭 你覺得 是的 應該哭的 但是 那裏 那種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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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心頭 是比較 很難說的 有一種唏噓 可以這樣說 因為他整部電視 一開始 他也是很歡樂 他都說他自己是死了老婆 但他仍然是堅持自己的 有一個規律 例如去Cafe 看報紙 周遊列閣 你很快樂 臭孫 他沒有說自己很相同 直至他見到那套歌舞片,他的眼淚掉了 其實我自己覺得這個位置更加深刻 比朱莉的那場戲更加深刻 所以就是姜越露越南 其實我覺得羅伯利弩這套戲真的做得非常好 但我若廉覺得當然這些劇情有一點超現實 這個現實上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你不會請他,真的要請他七十多歲 還這麼精靈 中間有些人都懷疑他,你記不記得一些東西 這個也是對老人家的誤解 其實不是說所有老人家都不記得一些東西 或者是好像退化了 其實怎麼說,都是正常人 只不過容貌上可能是機器壞 有時候腦子未必會壞 只是他越老越精靈就是這樣 另外,偷電腦那場戲 亦都是比較喜劇元素 其實都為整套戲一種喜劇感帶出來 因為他後期比較嚴肅一點,說婚姻那些事情 中間有一段小插曲也都是 不過不實,挺好的,挺好笑的 不過後期有些鏡頭,我嫌他悶了一點 就是打電話,聊天,坐在辦公室那樣 是沒有怎樣浸恨法的 但我覺得羅伯迪利路那段戲是挺好看的 講他怎樣生活 對同事的處事態度 其實很棒 例如他的同事沒有地方住 現在我成為你的叔叔了 你來我家住 哇,這個男人 這個就是男子 這種的長輩,提攜後輩 就是大將之風 你來我家吧 然後他追女兒又有一手 就是捕刀未老 即是不溫不火這些 這些真是高招 好笑的 還有他工作的處事態度 即是他是選擇性失明 選擇性失衝 是在工作上的智慧 有時候你不需要說到這麼靜 他都知道人是有尊嚴 即是他都是比較軟轉一點 去幫他 例如那場戲 他那個司機喝了酒 他很懂得做 他馬上走過去跟司機說 你跟朱莉說 因為你今天不舒服 不然的話 我整件事都說出來 他真的很棒 第一,他先放過了司機 我現在給你位置 你走不走 其次就是 也就是 現在我幫你剔這個責任 你給我責開 不用你責任 OK 很大將之鋒 面面俱緣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 真的 沒得彈 他每一句對拍都很棒 我只能說 反而朱莉 就是典型的女強人 沒什麼好說 他真是 很事業型 但我又沒有覺得 他的能力可以做到九個月後 變成這樣的公司 我不是很覺得 他不是很能表達那種力量出來 我自己覺得 領袖級的又不是這樣的樣子 我自己覺得 但是 OK的 所以說 故事 這個不是重點 就是 公司規模 反而是挺有趣的 他很強調 九個月後就變成這樣 二百多人 他也說了 現在世代 那個創業那個 快速的進步方法 那個速度 是可以很驚人的 其實是真的 那時候 Google也是幾十年前 現在 你看看 現在是巨無霸來的 Google 十年前 可能 Apple那些 其實都是類似的 都是 也說了 E世代 就是E business 或者是一些 互聯網時代 那個速度是驚人的 就是你想成名利咒 可以有時候 一個點子 已經可以令到你 飛黃騰達 真的 所以 也挺勵志的 如果說創業來說 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所以這部影片 我自己也給了百分 看得是挺舒服的 不過後期 我真的 覺得慢了一點 不過OK的 挺有意義的 OK 多謝收聽